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 我一定不会放过你 放心 我还不至于对你动手动脚 但是师父的命令不可违背 你可千万要把这里打扫干净 不然 有你好果子吃 懂了吗 我 我为什么要听你的 不服是吧 那就别怪我 对你不客气了 不 不要 我做了 我一定快快听话当一个好仆人 就你们饶了我吧 搞定 干得漂亮 不过师父 他跟您究竟什么仇什么怨啊 要这样吓唬他 搞得我人数都快崩了 不要在意这些细节 不过这丫头的血脉确实难得 你若是小 可以留个后 必是天生强者 诶 这个还是算了吧 徒儿没有那种世俗的欲望 只想好好修炼 不辜负师尊的栽培 说到修炼 我倒是有样东西 诺 这个镯子给你 善加利用吧 多谢师父 行了 今天就到此为止 诶 等等啊 师父 这东西怎么用 您还没说呢 具体的你问巫王吧 为师倦了 要回去休息了 说走就走 师父还真是有钱任性啊 喂 帮我看看 这是个什么东西 只要那妖女不在 拿下你这蝼蚁天之气而易举 你干嘛 可恶 忘了那妖女封进了我的胸蚊 你是想留按摩吧 下次气得多用点力 我这人吃馅得很 师父之前 拿皮鞭狠狠臭啊 我都不感觉他 用 用皮鞭臭 对不起 这次我真的知道错了 你我再也不敢了 千万别的要对我 诶 别说那么多了 快告诉我这个镯子到底有什么用 看起来似乎就是个普通物件 也感受不到灵力啊 这家伙还真是个傻子 连镯子里包含的小世界都看不出来 让我用内力化灵进去 你什么究竟 这里面居然有如此浓郁的机翼大道之力 真是个结痂的修炼之地 可惜 我灵力被疯 不然 喂 你怎么了 喂 醒醒 醒醒啊 咋突然就晕过去了 哦 你终于醒了 放手 脖子都要被你腰断了 在这手肘的小时间里 时间流速是外面的二十分之一 也就是说 你拥有别人二十倍的修炼时间 好家伙 这么厉害 那我岂不是跟开了加速外挂一样逆天了 哼 瞧你这没见过世面的傻样 李又情惨就生了你这个蠢徒弟呢 哎呀呀 有些人见过世面又怎样 现在还不是留在秋海峰当个打杂的 你 不过 看你见识不错 你就将这后山的灵药名称和药性都写下来 让我学习一下 我又不是你师父 这种事 找李又情教你去 哎呀 师父那么柔弱 不适合长时间操劳 柔弱 他柔弱个鬼 友荣 你在吗 在的大人 这段时间我要去手肘里闭关修炼 若是师父问解 你就告诉他一声 好的 陛下 难道咱们真的就不管阿尔了吗 唉 昂尔被掳走 朕心意痛 可那妖女实在厉害 若是硬拼 定然是非死即伤 唉 到时候 我等族人定造他人蚕食 朕不能置你们不管哪 唉 爱妃莫要伤心 待时机已到 朕一定出手 救回昂尔 这一个月 修为又大有精进 这是什么味道 好香啊 你终于从秘境出来了 弟子见过师父 刚出来就碰上我们烤肉 你是故意的 还是不小心 嘿嘿 兔儿当然是不小心了 哇塞 这块肉看起来好诱人啊 既然你出来了 那就由你来给为师下厨吧 嗯 敲给我吧 传闻陈大师 是内境巅峰的高手 是当时最年轻的华境高手 寿年宗师啊 新煞古编 什么东西 鞋招 抱歉 对不住了 那家伙好像只有原英雄呗 半个月连破三级 开挂了吧 开挂 我才不干那种丢人的事 我靠的是 抱大腿 嘿嘿嘿 小子 你要是不给钱 老子就把你扔回海里喂鲨鱼 好 陈医生 你快想想办法 会治病 开什么玩笑 我去 福哥你这是一路开挂到现在啊 双双变这么牛的 看我仗见都市 成敬 最强神王 你们竟敢加害无欺 罪不容证 就连斗雀公的孤舞巅峰高手 也做不到这种程度 若是他们无法给出一个令我满意的几事 那就只能灭足了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